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殆劲的事情 比如前一秒你还在像个去郊游的小朋友一样 这里摸一下那里掏一把的探索着地图 然后下一秒突然就在你面前蹦出个大Boss 这绝对是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到极限的瞬间 殆劲程度丝毫不雅于上课打课睡的时候被老师点名 Boss战通常是一款游戏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我相信每个玩家心里都会有那么几个忘不掉的Boss 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说几个最令我记忆深刻的吧 说到Boss就不得不提到魂系列游戏了 玩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大致就是在做两件事情 探索地图和打Boss 魂系列Boss数量非常多 每一个都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至于哪个Boss最让人难忘 这个还真不好说 估计得看哪个Boss把你折磨得最惨吧 我想了想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要属只狼里的狮子鸢 第一次见到这只大猴的时候我就惊呆了 之前面对的大多是人形敌人 突然扔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给我 我还真有点不知所措 大猴的实力也就不贪了 绝对配得上他的体系 然而最让人淡疼的是 他整个就像打的兴奋剂一样 发狂发的停不下来 这着实搞得我心乱如麻 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好好打 那种感觉就像我房间里突然跑进来 一只上窜下跳的疯猴 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我家打搞破坏一样 在奋战了好几个小时 摔了好几次手柄以后 我把注意力提高到极限 操作拉满才终于把他给弄死 呼一切都结束了 我长出一口气 一股成就感涌上心头 揉了揉酸痛的手指 摸了摸手柄上的裂痕 我淡淡一笑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然而几秒钟过后 我的下巴就掉到了键盘上 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 倒地的大猴又站了起来 他握紧了地上的大砍刀 提起了被我斩下的头颅 一副要跟我再战三百回合的架势 合金装备系列游戏 总是少不了要跟这种叫做 合金装备的巨型机甲战斗 所以也造就了一些令人难忘的BOSS战 比如打合金装备 换痛敌的这架 炸得杀赫人 要是换奎爷这种 神仙级别的猛男来打的话 不会有啥好怕的 但是用眼前的Snake来打 就实在让人心惊胆战了 Snake虽然也是猛男 但毕竟是繁体素胎 要知道几分钟前 他还在地上猥琐的爬行 生怕被敌人给发现 然而现在却不得不站起身来 正面硬杠一架 这种毁天灭力的玩意儿 这种剧烈的反差感 让人觉得自己就是在以卵击石 这架人型机甲 厉害就厉害在行动不受地形限制 相当灵活 而且战斗力也很保表 各种鞭子炮弹 往人脸上招呼 实在让人受不了 想开坦克怼他吧 他还能把我坦克给腐蚀了 所以只能跟他进行肉体与机械的碰撞 说实话 站着有点不太习惯 我还是更想在地上趴着 然而我们的Snake 还真把这个玩意儿给干掉了 小岛秀夫 你真是个鬼才 生化危机系列游戏 也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boss 一个个强大的变异体 视觉冲击力爆炸 不过奇怪的是 那些奇形怪状的boss 倒是没有太让我感觉到害怕 反而是生化危机7里的 这位捷克大爷 给我带来了噩梦般的体验 刚开始跟他打的时候 他看起来就像个正常人一样 啪就啪在这点 你看这子弹朝他脑门上打 就愣是打不死他 这不是水枪 是真枪啊大爷 真枪 大家都是反人 怎么就你刀枪不入呢 你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抡着斧子 一步步朝你走来 这种压迫感 简直让人喘不过气 后来你以为他终于作死 把自己给弄死了 结果他又从火焰里面走了出来 给你来了个举高高 再后来你以为他终于被烧船交叹了 结果他还是站了起来 呃好吧 最后还是靠手枪解决了他 你以为结束了吗 不 到后面他又来找你了 还非得跟你玩一场惊险刺激的 电剧大战 是地狱满了还是咋回事啊 你咋认识下不去呢 简直令人绝望 如果是一个怪物形态的boss 你反复杀不死他 那没什么 可以理解 但一个正常人样的boss 你老是打不死他 他还阴魂不散的跟着你 就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了 你看身体都被锯掉半截了 还愣是要站起来 这boss我疯了 游戏结尾 杰克大也进入了另一个形态 变成了一团黑不拉击的怪物 说实话 他这个样子反倒不怎么吓人了 以上就是我想到的几个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boss了 我喜欢打boss 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 经过一番努力去战胜一个强大的boss 总是能给人带来满满的成就感 不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在你一番奋战之后 boss的血料已经来到了斩杀线 你的血液沸腾了起来 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等待着品尝胜利的滋味 你找准机会按下攻击键 这使得你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脑补胜利的画面了 然而不幸的是 boss一个反手先打中了你 你被秒了 功亏一亏 这种时候 你简直想把显示器都给砸了 其实有时候你操作失误 不一定是因为你反应慢 而是因为你电脑给你带来的debuff 这个debuff究竟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伟达的技术视频 60 frame and 240 frame rate video have a very different feel in terms of smoothness the 60 frame rate video has much larger animation steps making it feel much less smooth than the 240 frame per second video 视频中可以看到电脑帧数 能给你带来种种优势 首先是画面更为流畅 这个在玩射击游戏的时候会更加突出 跟枪的时候会更加顺滑 更容易追踪目标 如果搭配144赫兹或者240赫兹显示器一起使用 游戏效果会有一个肉眼可见的提升 其次是减少画面重影 很多boss战场景比较复杂 boss的攻击模式也比较多样 经常会看得你眼花缭乱 可能不是因为你心机争霸玩多的 而是因为你电脑产生了画面重影和撕裂 导致你注意力被分散 所以帧数是我们玩一款游戏的保障 有一台好的电脑 并离苦练操作都来得实在 让你拳打狮子猿 脚踢打机甲 还能轻松调戏坏老爹 这种感觉岂不美哉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可以创玩目前主流大作的显卡 有了好的显卡加持才能实现真能赢 可能有同学要问了 疫情期间在家吃土买不起显卡怎么办 没关系 现在机会来了 微星B站联合开展活动 秀出你花式打BOSS的视频 就有机会赢取显卡 你可以展示你的骚操作 也可以秀出搞笑打BOSS的方法 添加Tag花式欧拉BOSS大赛 即可参与活动 微星RTX2080 Super魔龙显卡 2060 Super魔龙显卡 以及大量微星外设奖品等你来赢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吧